这一期之狼的Glog我们来介绍一下 乌鸦的生气用法 乌鸦就是我们拿到那个人一手 配合这个一手呢我们需要中毒药 中毒药是用来抵抗其他的毒性 因为中毒药的毒性很弱 我们服完中毒之后它扣的血非常少 乌鸦呢是当我们受到攻击的时候 摆好驾驶受到攻击 然后我们可以向闪避的方向瞬移 推药杆的方向瞬移乌鸦是这样 但是乌鸦的缺点就非常被动 要别人来打你 正常使用不会有任何效果 因为别人不打我 所以怎么让别人打我呢 我们来弄点指人 然后再喝一个药 这样我们遇到枪击的时候 服一下中毒药 这样的话相当于别人一直在打我们 我们一直在中毒 这样我们就会随时随地的使用乌鸦 为什么之前呢 这是强化过的火焰乌鸦 在我们闪避的路径上留下火焰 我还说为什么之前都不泛红呢 看懂了吗 再来一遍 就在中毒状态下我们的乌鸦是无限 就是没有任何限制使用的 不需要等他打你 不需要指人吗 需要指人 但不需要他一定要打到你 普通的乌鸦是要等别人去打你 这样的话就大大强化了我 这一招是非常厉害的也比较实用 一般来说中毒药和乌鸦在这个游戏当中没有什么用的 但是这两者在一块配合一起 面对某些强敌的时候 尤其是人性敌人 就非常有用了 无限闪到背后 如果强化到火焰乌鸦的时候呢 可以给他再附加火焰攻击 我一开始就很看好乌鸦 是吗 因为他很漂亮啊 消耗的指人很多吧 确实 OK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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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